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三太子 我做韩剧中的中国盘点也进入第五个年头了 但慢慢地我发现,直到现在依然有不少观众 对朝鲜国王能不能穿五爪龙认识并不清楚 一些人依然认为非天朝皇帝不能穿五爪龙袍 否则便是剑阅 而朝鲜国王穿的应该是四爪龙袍 本期视频我将围绕这个问题给大家讲一下 朝鲜国王究竟能不能穿五爪龙 我们先来说结论是可以穿的 不仅可以穿,朝鲜历史上也一直在穿 而且并不存在僭越的问题 在讨论朝鲜龙袍之前 我们得把明朝贯府的有关规定了解一下 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那就是皇室服饰的龙纹 是根据龙爪的数量进行分级的 皇帝身穿五爪龙 王爷们则穿四爪龙 然而事实上 明清两朝五爪龙并不是皇帝的专属 清朝的魏亲王多尔贵和御亲王多多的画像上 兄弟二人穿的便是五爪龙 而明朝王爷们穿的衣服 就不得不提山东几名出土的明初亲王鲁荒王墓 鲁荒王猪坛是太祖朱元璋第十子 明朝的第一任鲁王 二十岁时因服用丹药过度而暴毙 失望的朱元璋以其荒难不惊 定下了荒字作为其嗜好 鲁荒王墓葬出土了大量明代文物 为明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墓葬开关时鲁荒王身着五爪龙袍 躺在官国里 可以看出五爪龙确实不是明清皇帝的专属 朝鲜在建立时 作为明朝朝共体系下的藩术国 朝鲜国王自然也遵循着这套服侍制度 朝鲜石鹿世宗三十一年中 记载了明朝皇帝向朝鲜国王赐予龙福的记录 世宗又曰 西语福四爪龙一 后文中朝亲王服五爪龙 予以服之以待天使 其后帝次五爪龙服 就是说朝鲜听说明朝的亲王都穿五爪龙 朝鲜也这么穿了 直到后来皇帝正式向朝鲜下次了五爪龙袍 在明朝的藩王体系中 朝鲜作为藩术王 本对应郡王决 后来在明人宗朱高赤时期特批了亲王级 而有的观众就要问了 如果明朝在人宗时期才特批了朝鲜亲王级 那么许多朝鲜初期题材的影视剧 国王穿五爪龙不见月吗 答案依然是不见月 因为即便没有特批为亲王级 身为郡王的朝鲜国王 也是可以穿五爪龙的 大明会典卷之六十 对大明众王爵的福祇有着明确记载 规定皇太子长服 袍赤色 盘陵窄袖 前后级两间 各金之潘龙衣 亲王长服据与东宫统 世子郡王长服据与亲王统 就是说明朝的皇太子 亲王世子和郡王 长服是相同的 明初被追封为郡王的开平王长玉春 留存的他的画像 正是头戴明初的唐治官帽 身穿红色的五爪金龙袍 更是说明了郡王是可以穿五爪龙的 一般来说 褶黄是皇帝袍色的专属 五爪龙并不是 而皇帝龙袍的服色 也不局限于褶黄 蓝色 红色等皆可出现 随皇帝的喜好即可 而大家所熟知的四兆龙 在朝鲜也确实存在 朝鲜王朝实录中 关于士族二年的部分 曾记载了朝鲜朝廷 在迎接明朝使臣时 王世子应如何穿着的问题 当时殷世子还未获得中功告命 如何穿着 经历了朝廷的一番讨论 靖和启约 臣在世宗朝 累赴京师 想考大明吉里 皇帝滚龙袍上 左肩游日 右肩游月 四皇太子 亲王 郡王滚龙袍上 借用五爪龙 今世子未受命 雇用四爪龙 以存谦让之意 为向明朝表现世子的谦让 也为了让世子的龙袍 与国王容易区分 因此 朝鲜王效仿明朝的 亲王郡王 穿五爪龙 而世子则穿四爪龙 从朝鲜陷入 金宝村的国王画像来看 除李承贵外 朝鲜王也一直身穿 五爪龙的红色龙袍 而李承贵 由于未得到明朝的国王册封 只被明朝封为 朝鲜国全之国事 因此他的龙袍便是蓝色 龙爪分级 一直以来便是国内影视 历史爱好者常见的一个错误 大部分情况下 明朝的龙都是五爪 当这条龙不是五爪时 我们一般称其为马 若龙脚弯曲 似牛脚 则称之为斗牛 若龙有鱼尾 则称之为飞鱼 这几种龙形生物 便一同构成了 我们所熟悉的 明代四福体系 在明末和清朝 龙与马的界限更加模糊 曾出现非皇族人士 身穿五爪龙 被询问后 却说此为五爪的马 这也导致了明末 至清朝时 似乎中又出现了 和龙一模一样的 五爪马的现象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也希望这些小知识 对你有用 希望大家在面对 韩国相关影视题材作品时 能够不受旧有的 错误知识点影响 准确发现错误 也能够更好地捍卫 中国传统素食文化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投币收藏 一键三连 我今后将为大家带来 更多有趣的视频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我的长篇盘点 韩剧中的中国情节系列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